在一个多月前呢 印度的外交部次长 席林格拉在四方会谈呢 对领袖峰会结束之后 他就告诉印度媒体说 美日印澳四国呢 将会集中资源 在2022年底呢 在印太地区要配送 10亿剂的新冠疫苗 另外呢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二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向非洲 以及呢 赤道几内亚 新巴威等国家 援助疫苗了 下一步呢 还向了19个有需要的 非洲国家 要来提供援助 另外呢 中方也表示 对巴基斯坦 柬埔寨 辽国 赤道几内亚 新巴威 蒙古 白俄罗斯等 等国的救援 援助疫苗 早就已经运抵了 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已经明白地表示了 中国大陆是反对搞 疫苗民族主义 而且也抵制任何 把疫苗合作 政治化的企图 那根据统计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 全球大约疫苗 有2.5亿剂 其中呢 中国大陆 向49个国家 发送了1.18剂的疫苗 俄罗斯提供了 22个国家疫苗 印度生产将近1.5亿的疫苗 其中6400万支的疫苗 也是以出口 或者是捐赠的方式来输出 因此外界啊 分析 这有可能呢 是为了要平衡 北京疫苗外交 生产的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带您来看 这则新闻重点 全球的新冠疫苗 死亡的病例 突破了300万大关了 变种病毒 让人忧心 疫苗真的挡得住吗 新冠疫情肆虐 全球死亡病例 正式突破300万大关 先前病故数 达200万人时 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如今只花三个月左右 就再添100万人死亡 卫生官员把疫情升温 归咎于英国 和南非变种病毒 不过更棘手的 其实是传播力更强的 亚马逊病毒株P1 专家指出 目前全球有上百种 变种病毒株 其中近百种 在巴西流行 甚至出现双重突变的 新变种病毒株 这让工卫专家相当忧心 因为巴西现况已是核灾等级 甚至最快下周 平均单日死亡人数 就会超越美国 全国死亡人数 也可能超车 越居世界之冠 医生同时表示 巴西感染新冠的年龄层日益下降 先前患者大多是六十到七十岁的年长者 不过近日以四十到五十五岁病患占大多数 显示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巴西疫情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 因为几乎全部南美国家都与巴西接壤 所以病毒很快就会向外扩散 恐怕让南美各国都沦为跟巴西一样 死亡数节节飙升了惨况 记者叶利伟组合报导 说到疫情最怕的就是人潮聚集了 但是接下来日本马上要办奥运了 疫情还是让世界各国担忧 日本大阪昨天新增确诊高达七百一十九人 再度创下新高纪录 日本的医疗系统正面临可能崩溃的危机 由于确诊数太快速的增加了 大阪目前重症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六成 如果说再达到七成的话 不排除就要发布医疗非常事态宣言 大阪之士表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将直接面临的是医疗崩溃的局面 也让大家担心奥运到底办不办得成呢 如果说真的要摆脱这个疫情的阴影 那大家就在想我们把心力投注在疫苗上 但疫苗的安全性现在似乎在大家的心里 也有了一个质疑 之前为了要甩开血栓的阴影 AZ疫苗宣布呢改名获得了核准 不过呢欧盟的药品管理局 疫苗负责人突然间又大爆料说 AZ疫苗跟血栓有明显的关联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牛津大学立刻宣布 他们要停止对儿童疫苗来做实验 另外也显示了尽管有新名字 但AZ所产生的疑虑恐怕难以去除 想要挥去血栓的阴影 AZ疫苗申请更名被核准 在欧盟药品管理局的网站上 可以看到AZ疫苗的新名字Vaxxavria 到底AZ和血栓之间的关联如何 欧洲药品管理局的风险评估委员会 从6号开始召开会议要提出最新的建议 而就在欧盟报告快要出炉之际 欧盟药品管理局疫苗部门负责人 卡瓦利利表示 AZ疫苗与血栓之间有明显关联 不知道是否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参与研发AZ疫苗的牛津大学宣布 将暂停AZ疫苗在英国 对儿童以及青少年的小规模实验 要等英国的独立报告出来再说 这些都显示对AZ开始态度改变 德国的一位医生在研究之后认为 有一些风险因素可能会造成 打AZ之后发生罕见的脑筋脉斗血栓 包括荷尔蒙避孕药 子宫内避孕器肥胖还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等 现在全球都在关注欧盟报告的结果 要是结论指出AZ与血栓的确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那么不管AZ疫苗改名几次恐怕都没有用 记者综合报道 怎么会有人利用爱国心来赚钱呢 来看到新疆棉居然有案外案 因为现在有很多网友抵制Nike 抵制Adidas 所以大家开始转往大陆的国产品牌 包括了像画面当中 李宁还有安踏股价还因此上升 不过最近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叫做天价炒鞋潮 这一双鞋你先仔细来看看 好 中国新疆棉之乱延烧之后呢 其实我们说这个爱国抵制炒 没想到炒到后来变成炒鞋 好 这双鞋现在变得有多贵呢 让你吓一跳 这一双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李宁牌的鞋子 它是用NBA的退役球星伟德来命名的一双鞋 好 网路上的卖家呢 喊价到这个数字绝对没有少一个标点符号 真的就是48,889元人民币 折合台币大约要21.2万元 有谁会买呢 你会买这双球鞋的帮我加一 你觉得太夸张怎么可能不会买帮我加二 或者是加三让我知道您的想法 但是你要知道这双鞋的原本售价是1499元人民币 算下来暴涨了32倍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间有人在炒鞋 中国的官媒呢 新华社就发文批评 借机哄台国货价格是自断门路 好 这一波的价格上涨很明显的就是有人在炒鞋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也因此呢让许多的大陆官媒都开始发生了 包括像人民网 他说呢要遏止炒鞋的热潮 让这个情怀消费回归理性 另外呢根据中国欠券报导呢 还真有人在卖球鞋 他们就说最近啊 一些大陆国产品牌的球鞋 非常非常的热门 甚至呢他就帮人家带货 居然可以赚到买一辆车 所以大家也觉得真的非常的夸张 另外呢也有这个人民财评说 消费爱国心炒鞋 鞋去鞋气必须狠杀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现在这个状况呢 大陆官媒也来呛瞎 另外我们说到啊 全世界呢真的有钱的到底是谁呢 富比士公布了2021年全球大富翁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Amazon创办人Bezos 他是连续四年荣登榜首了 不过呢令我们要看到的是 美国最多亿万富翁的国家有724人 但是中国大陆正在缩小差距 有698人排名第二 在今年呢全球亿万富豪 2755人上榜 比前一年暴增了660人 他们的总身价达到了13.1亿兆元 让大家大吃一惊